这是2021年播出的一部爱情韩剧 讲述了未成为明星而努力的爱斗的故事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模仿Imitation》 故事开始 女孩衣着单薄地走在寒冷的马路上 还好一辆豪车缓缓停在了她的面前 而当车窗摇下 看清了车上的男人时 小和期待的脸上不禁地写满了震惊 男人让他上车 而男人正是当红的顶流明星权利 时间也随着记忆回到了八年前 那是两人第一次产生交集 小和为了完成出道的梦想 每天都会跑去偷看权利他们排练舞步 然后记下动作偷偷练习 看着这个刻苦又乖巧的女孩 权利的心中产生了些许好感 可小和的努力却远不止这些 她每天五点钟准时起床 负重十公里跑步来到学校 兼顾学业的同时还要高强度地学习舞蹈 这才能在大批量的练习声中脱颖而出 得到那千分之一的出道可能 就这样小和坚持了五年 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上台的机会 可谁知刚刚登上舞台 却被节目组强行叫停 因流程变动 他们的表演被临时取消 对此小和也只能无助地贪软在地 没人在乎他们五年间的努力 所有人的眼中看中的只有利益 而这心酸的一幕 也正巧被即将上台的权利看在了眼里 此时他满眼写着心疼但却又无能为力 至此之后 小和为坚持梦想不得不去参加各种商演 靠着模仿当红女星来哗众取宠 而权利早已凭借过硬的实力成了顶流男星 更是一举拿下了最佳新人奖 这天 作为群演的小和在剧组偶遇了权利 导致他拍摄的过程中心不在焉 结果一个不小心被砍到了肩膀 就当权利问他是否有事时 小和立马开始各种遮遮掩掩 生怕被对方认出自己 可谁知就当拍摄结束 他的胳膊早已红肿了一片 更为悲催的是 经纪人竟因躲避债务把他自己扔在了剧组 无奈小和只得强忍寒冷 独自跑到可以搭车的地方 就在这时权利突然出现 然后故作高冷地让其上车 可同为娱乐圈的小和怎能不懂 如果这一幕被拍到 就是给对方徒增麻烦 所以他表示感谢后执拗的选择离开 可不曾想刚一回头 权利告诉他 流那么多汗会感冒的 小和说难道是因为拍摄打到我了 所以才这样吗 他表示没关系的 不用特意关照自己 权利却说自己只想走一走 就这样两人一前一后走到了镇上 小和失去地让权利先行离开 然后谎称一会朋友回来接他 权利听后也只好不情愿地坐回了车里 看着后视镜中的小和逐渐拉远 他不舍得让经纪人开得慢点 谁知却意外看到了来接小和的青梅竹马 这让权利莫名地产生了促意 而这次的打击更是让小和看不到未来 回到家的他决定放弃自己坚持了八年 但仍然遥不可及的梦想 可哪曾想就在第二天找工作的路上 进接到了自称是权利团队前经纪人的电话 小和半信半疑地来到面试地点 看着平平无奇的咖啡馆 他和队员们的心瞬间量了半截 可反正来到来了 他们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就这样几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进了咖啡馆 而池鹤却精准地说出了他们的讯息 原来当初三人的出道表演被强行叫停时 池鹤就在现场 他知道几人的基本功底并不差 可能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 同事说他有这样的人脉和眼力 干嘛选择这些年龄天大的练习生 可池鹤看到他们在别人的舞台唱着别人的歌 想要帮助这些跌入谷底的孩子 接着池鹤开始身兼多职 首先是帮助几人打造社交账号 接着翻新了地下室来供他们练习 最后凭着多年积累的人脉 争取来了一次独家访谈的机会 可到了演播是三人却打起了退堂鼓 虽然幻想过无数次拥有这样的舞台 可真到了现场 连作品都没有的他们却乱了阵脚 看着他们想要逃离 池鹤说不想做的话就算了 我不会强求你们 不过现在从这里逃跑了的话 就不能再回来了 听完池鹤的话 三人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去 毫无经验地他们拿出乡下商演的那一套 靠着模仿顶流女星来哗众取宠 但这一反常态的录制 竟让观众觉得反而更加真实搞笑 节目效果出奇地好 就连国民爱斗权利 也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的电视直播 就在这时 小和模仿的女星萝莉走了过来 以为她是因为自己才看的表演 权利听后无奈地刚想离开 却被罗莉一把拉住 看得出她对权利有着不一样的亲情所 但反观对方却对她的头怀送抱不冷不热 由于三人真实的表现搞笑讨喜 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热度加持 更是有诸多节目争先恐后地邀约他们 但也有不小的质疑声讽刺着小和指挥模仿 就在这天 池鹤带着小和来到了一档知名节目 却正巧遇到了他一直模仿的罗莉也在现场 小和健壮赶忙上前和前辈打招呼 可谁知却被对方无情嘲讽 说她是山寨活 原来小和能参加这档节目都是罗莉在从中助理 目的就是想让这个冒牌活当众出仇 他还心机地让节目组准备了一模一样的衣服 小和听后觉得十分难堪 他本来想要趁此机会多展示一下自己 可没想到节目主要的只是热度 他知道如果这样登上舞台 网络上的骂声将会愈演愈烈 而自己也将永远地贴上山寨罗莉的标签 他心灰意冷地走出化妆间 却意外遇到了全力路过 对方对他上下打量后不懈地说道 听完全力的话小和更加失落和委屈 他比谁都了解不能做自己的痛苦 但是在这个冰冷残酷的娱乐圈里 如果不抓住热度 他们的组合将不会有曝光的机会 所以就算被冷嘲热讽 他也坚决不能放弃 很快到了录制时间 小和还是委屈求全地走上舞台 并认真卖力地模仿着对方的演出 一旁的罗莉见后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可谁知下一秒 小和竟笔直地走到了罗莉面前 挑衅地看了一眼对方后 直接伸手发出邀请 在场的众人纷纷愣在了原地 而罗莉更是一脸不悦地把他晾在了一边 就在这时 一旁的全力突然伸出了手 这一操作直接把罗莉气得脸都绿了 回想自己也曾经对全力发出过同样的邀请 但却被对方无情地婉拒 他不明白自己到底输在了哪里 而台上的二人更是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默契 频率和幅度都惊人地契合在了一起 也是因此 二人的这段从未彩排过的即兴舞蹈 也收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节目录制完毕 小和兴高采烈地走出演播厅 却正巧看见全力借给自己的衣服还在车上 他想着趁此机会把衣服还给对方 可不曾想 这一幕却被躲在角落的粉头拍了下来 这种被粉丝视为不尊重的行为当即就被发到了网上 加上全力和小和那段默契的共舞 瞬间掀起了粉丝们的坚决抗议 小和也成了万夫所指的谩骂对象 诋毁他为了蹭顶流的热度不择手段 队友们满眼心疼地安慰小和 但他却丝毫不为自己感到委屈 而是开始担心被粉丝抗议的权利 面对网上的流言蜚语 小和崩溃地抱头 此时两姐妹来安慰他 说给你羽绒服的人是权利 也不是你硬拉着他跳舞的 这都不怪你 可小和仍然觉得自己没有眼力剪 忘了他是顶流 接着他开始匿名和网友互喷 就在这时 一封手写的道歉信 发布在了权利的社交账号 原来就在刚刚 看着粉丝们对小和的恶语相向 权利无比心疼 于是他在没有通知公关团队的情况下 独断地发布了道歉信 更是为了保护小和故意地和他撇清关系 表示自己只是把羽绒服 借给了被动的瑟瑟发抖的小演员 而节目中的默契舞蹈 更是导演组的故意而为之 此时看到消息的姐妹觉得权利很是无情 但小和却觉得还挺温暖 事情也顺利地解决 可小和本应该为事情解决而感到高兴 但是想到自己在对方的眼里 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小和的心中五味杂陈 他明白了两人的身份差距过于悬殊 而权利也只是他遥不可及的星辰 两人再见已是数天之后 小和带着他们的出道单曲来参加打歌节目 可谁知刚刚还热情似火的粉丝 等几人到了跟前却一片寂静 他们三人也只好甘大的落寞离开 那曾想刚走上台阶 后面便掀起了震耳欲聋的尖叫 转头望去 原来正是权利的团队也来参加节目 权利也意外撞见了自己的绯闻女友 为了保护对方她只能故作冷漠 可这却让不知情的小和心中五味杂陈 可小和不知道的是 对她冷脸的权利其实一直在偷偷关注着她 无论是如今她的首次正式登台 还是三年前被中断的出道表演 权利都在台下默默地关注 甚至比自己登上舞台还要紧张 演出正式开始 小和几人慌慌张张地登上了舞台 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花费了八年的青春和汗水 为的就是抓住这次演出的机会 可谁知台下的观众并不买账 因为之前小和和权利传出的恋爱绯闻 粉丝们个个都带着敌意 就等着看他们表演时出现失误 然后开始大作文章 可不曾想随着伴奏的响起 几人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八年间的努力 使他们的每个动作都一气呵成 甚至就连表情都挑不出来任何瑕疵 可谁知就在这时 现场的设备出现了故障 音响里突然没了声音 这一刻时间好像被某种力量无限放慢 在场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舞台上的三人 小和的脑海里不禁地浮现出他八年来的心酸 没日没夜的疯狂练习 数不清的委屈与心酸 本应该在三年前出道 却被迫强行终止演出的不公 以及沦落到乡下伤演时的窘迫 小和明白 如果这次出道表演再度失败 他们将再也没有完成梦想的机会 就这样三人暗暗下定决心 开始了无伴奏的清唱舞蹈表演 看着台上几人的临危就场 就连后台还在想解决方案的导演 也瞬间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并开始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演出进行下去 几秒后伴奏再次响起 竟和女孩们的演唱《严丝和缝》 这段排练过无数次的演出 早已被几人刻在了骨子里 就算伴奏中途断调 他们也没有跳错一个拍子 休息间的权利也终于松了口气 而那些本想吹毛瑕疵的粉丝们 也在看到几人扎实的功底后改变了态度 演出结束 权利走到了小和的休息室前 但却因怕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只能对着空气问候 而休息室里的几人也是累到不行 横七竖八的就睡了过去 这次演出事故也让三姐妹因祸得福 不仅成功地完成了出道表演 更是被网友们评价为 未来可期的实力派偶像组合 这也是对他们八年间努力的认可 接着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节目的通告 一个接着一个排满了几人的行程 他们每天早上兴奋地出发 然后到了深夜疲倦地回来 虽然很累 但充实的感觉让三人乐此不疲 可令小和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能获得与权利同台的机会 更加不可置信的是 戏中居然还有吻戏 由于小和第一次拍吻戏过于紧张 加上男主更是自己仰慕了多年的对象 连续拍了十几条都没通过 导演让他把男主刻在自己的脑子里 权利也告诉他 在摄像机面前我们都是演员 我也不是权利 听完全利的话 小和若有所思 这次他放空一切进入了角色的状态 可谁知就在嘴唇碰触的瞬间 他的小手还是不自觉地紧紧攥起了裙脚 而刚刚还在说教的权利也在此时忘乎所以 所以深情的亲吻久久不愿分开 拍摄结束 权利坐在休息椅上看着剧本 可思绪却仍回荡在两人刚刚接吻的情景 甚至就连嘴角也跟着不自觉地向上扬起 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 吓得自己一个踉枪跌倒在地 尴尬至于他赶紧爬起环顾四周 然后扬装成没事人一样 极力掩饰着自己的脸红心跳 殊不知另一边小和意是如此 看到印有权利照片的纸杯被随手丢弃 他见四下无人 偷偷地捡起照片塞进了自己的裙子里 很快到了影片宣传阶段 两人跟着剧组一起录演 看着已经干了两大份盒饭的小和 权利不解地询问 公司不给你们吃饭吗 小和说我们公司随便吃 回到座位 看着前排还不忘干饭的小和 权利不禁地笑了起来 不宜会开始拍摄宣传视频 大家预祝影片突破500万跳房大关 应剧组要求 权利更是承诺 若突破了500万 我们会重演大家挑出来的名场面 小和说就今天的剧情吧 权利无语地看向小和 想到两人刚刚结束的吻戏 空气中瞬间弥漫起尴尬的气息 可眼前的摄影机还在拍摄 权利也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了起来 去往酒店的路上 小和拿出剧组发放的周边包 看到里面印有权利可爱头像的笔记本 再想想他平时的冷眼相对 一个小恶魔在心底油然而生 接着他拿起画笔在海报上疯狂涂鸦 毫无忌惮地发泄着对权利的不满 谁知就在他为自己的家作得意之时 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 他试探心地回头望去 正是权利在死死地盯着自己 小和赶紧把作案工具塞回了包里 接着一个不小心扔在了地上 可令小和没有想到的是 回到酒店的他刚要欣赏自己的作品 却意外发现拿回的是权利的周边包 另一边刚洗完澡的权利听到门铃响起 以为是经纪人又没带钥匙 他骂骂咧咧地前去开门 结果是小和 原本只是想把在车上拿错的袋子交换回来 可谁知却意外撞见对方刚洗完澡的一幕 小和的眼神不由地向下望去 那撩人的八块巧克力腹肌 瞬间让他紧张到脸红心跳 就在两人尴尬之际 一大波粉丝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还好权利眼疾手快 必把江小和拉进了屋内 可哪曾想着突如其来的身体接触 却让两个本就互有好感的人不由地心跳加速 对视的眼神也开始逐渐拉丝勾前 一股难以表述的暧昧气息在二人之间来回游离 过了好一回权利才反应过来 然后略有不舍地收回了手 而粉丝们原本是为了追赶权利的私生犯 却没想到竟好巧不巧地把二人堵在了屋子里 就在这时经纪人也赶了回来 权利知道此事自己解释不清 于是他赶紧把小和藏在了衣帽间 为了不让经纪人发现小和 权利使出了浑身解数 可无奈小和却一不小心碰到了灯的开关 眼看事情即将败露 千钧一发之际 权利一把搂过了经纪人 就这样经纪人被权利强行送走 而他自己已经被吓得瘫软在地 但回过神看到可爱的小和 权利还是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躲过一劫后小和本想离开 可不料粉丝竟还执着地守在门口 他也只得无奈地寻找机会 谁知就在这时 权利的手竟在不经意间和他触碰到了一起 瞬间两人四目相对 经过短暂的几秒愣神后 小和飞快地甩开了权利的手 就这样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小和像防贼一样防着权利 对方好心让他坐下休息 可他却倔强地保持有益距离 哪曾想还没挺过十分钟 转眼就打脸地睡了过去 权利健壮温柔地蹲在了小和面前 看着因瞌睡不断磕头的可爱女孩 权利露出了宠溺的微笑 可怎料下一秒小和就醒了过来 尴尬至于他刚想解释 谁知对方却并不理会 只是在看到闹钟上的时间时大叫了起来 原来六点半经纪人回来接小和 眼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权利也只得无奈地找经纪人前来救场 告知了经纪人来龙去脉 这一重磅炸弹实属给经纪人吓得不轻 如果要是被外面的粉丝知道 权利定会身败名裂 自己也会因此丢掉工作 还有极大的可能被老板除掉 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配合二人 只见权利背着穿上经纪人衣服的小和 慌慌张张地朝着楼梯跑去 并成功地在经纪人来接小和之前 把他送回了自己的房间 权利也终于松了口气 并在想到今晚的种种事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回去的路上权利遇到了追上来的粉丝 他也直接谎称 经纪人得了痔疮并无大大碍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更是会时不时出现幻觉 那个可爱女孩的身影一直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 而另一边的小和亦是如此 想起两人在酒店的亲密接触 他的脸瞬间就红了起来 这天 小和因活动差点错过反程的剧组 一旁的前辈刚想恶语相向 就被护短的权利抢先了一步 他假意指责小和不该迟到 实则是为了避免前辈说出难听的话 小和回过头去刚想道谢 就被权利的经纪人眼神警告 生怕两人有过多的接触 然后引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可无奈权利其实早已成了护气狂魔 看到前排打瞌睡的小和摇头晃忙 他趁经纪人已经睡死过去 赶紧走上前去抵住小和的脑袋 接着温柔地将他安顿在了靠背上 而此时母胎单身的权利还并不知道 原来这种时刻都想守着他的感觉就是心动 回到家里 怕被经纪人唠叨的权利立马装睡 可谁知对方却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不停地敲打物品弄出声音 然后躺在他的床上 权利问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经纪人听后赶紧说出自己的担心 逼问权利昨晚和小和同处一事 没有发生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吧 权利发誓 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经纪人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警告让他以后离小和远一点 别闹出什么绯闻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另一边小和也回到了家中 本想走上天台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 可怎料在酒店时两人的亲密接触忽然浮现在了脑海 小和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起来 短暂的舒缓情绪后 他突然想起自己的袋子还在权利手中 而那张随手涂鸦的恶搞海报 搞不好现在已经被对方发现 回到权利这边 他不知道自己是中了什么魔咒 老是时不时地想起小和 更是在不知不觉间独自傻笑 队友也感觉他莫名其妙 接着他谎称有东西要还给小和 跟队友那边骗来了对方的号码 然后便迫不及待地发去信息 不知情的小和还以为是骚扰电话 直接看了一眼便没有理会 就这样权利一直没有等到小和的回复 权利本想借着看剧 本来抵过等待的煎熬 可心不在焉的他又怎么能静下来呢 另一边小和的手机再次收到信息 内容是周边带不要我就扔了 小和这才反应过来 发信息的人是权利 他赶紧给对方回拨电话 此时的等得不耐烦的权利 想要放弃等待 他闭上眼神倒计时 却在睁眼的同时错过了电话 自己做的自己又能怎么办呢 所以他只得厚着脸皮包了回去 然后以归环周边包为借口 想要与其见面 可怎料对方却只是让他发快递过来 权利瞬间大失所望 于是他跑到舞蹈室 想用练习来转移注意力 可这对于身陷其中的 他又怎么能奏效呢 翻看着小和的照片 权利的思念再也安纳不住 他不管不顾地 给对方发去一连串的消息 可却没有收到一条回复 而另一边的小和也开始诚惶诚恐 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回复对方的关心 他已经隐约地感觉出权利对他的好感 可他不想因为自己闹出什么 非闻而影响团队的前程 更加不能让权利大好的未来 毁在自己的手里 于是他暗暗地做了爱情的逃兵 用所剩不多的理智 让自己水水泥风心 可权利已经彻底爱上了他 看着小和的照片 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思念 不管不顾地冲到了小和的面前 就在这时 其他两位团员正巧回来 小和见状拉上权利转身就跑 借助路边的草丛 终于成功躲过了团员们的追赶 可谁知低头肩二人这才发现 此刻他们的手早已紧紧拉在了一起 反应过来的小和赶紧一把松开 为了掩饰尴尬他故作生气地问道 为什么突然找来让我为难 这要是被粉丝拍到了怎么办 权利说是为了亲手来还你周边包 才冒险赶来的 小和想起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他还记得 小和不禁地有些感动 谁知就在这时 团员们又找了回来 权利赶紧转过身去戴上帽子 可不料却被眼见的团员一眼认出 小和赶紧冲上前去和他们解释 还说出了两人在酒店的事 小和真是越描越黑 团员听后生气地将他拉走心事问罪 而权利也只好落寞地准备回去 结果却发现车被拖走 无奈他只得向经纪人求助 可想而知换来的是一通臭骂 然后被强行拉到了全机馆 经纪人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他威胁权利 想用两人五年的友情换他一次浪子回头 再这样下去你会毁掉不知道吗 如果再去见他就不要和我共舍了 听完经纪人的话权利若有所思 可思绪里却尽是小和 那是一张张可爱又天真的脸庞 下一秒他果断做出决定 这一拳表明了他对小和的决心 同时也证实了他和经纪人有但不多的友情 另一边小和几人也回到了家中 团员们忍不住开始指责 更是逼迫小和和他断了联系 因为他们深知权利粉丝团的强大 如果此事一旦被曝光出去 对于刚有些人气的他们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 小和也十分理解团员们的担心 他不能因为一己私欲而葬送了团队的未来 于是便忍通删除了权利的号码 并更换了新的手机 做足了一切断掉联系的准备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权利因不听经纪人的劝阻 被安排到了一档生存类的节目 应剧组要求权利续交上手机 然后在荒草丛生的废墟中独自生活七天 接着权利开始砍柴 生活 做饭 好不容易七天终于熬了过去 他迫不及待地给小和发去信息 可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 这让满怀期待的他不免有些失落 但还好在感通告时 两人偶遇在了电梯口 权利暗自窃喜 可反观小和却是一脸冷漠 更是故意地躲避着权利的视线 回到家他越想越急 一定要找到小和问个明白 可怎料却被小和的好友柳震抢先了一步 看着二人的甜蜜互动 权利生气地冲下车去 然后霸道地要送小和回家 可小和却不想和他有过多牵扯 柳震见此情形也站了出来 并表示不是谁都要听你的安排 眼看两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为了赶紧停止这场争端 小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权利 上车后权利开始窃喜 在二人之中小和还是选择了自己 权利对小和表白 小和听到权利的表白小和有些懵圈 但又想到答应过团员们的断了联系 他最终还是绝情地表示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就这样两人分道扬镳 权利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他怕只要一停下来就抑制不住对小和的思念 而另一边小和又怎会好过 看着那熟悉的场景 权利的身影一次次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种想要挽留却无能为力的心酸 淋漓静致地洗刷着这个善良的女孩 直到这天 几人来探柳镇的班 却意外得知权利也在剧组 看到小和的到来 权利驾车时不由的一个分神 结果却酿成了一场拍摄事故 小和见后瞬间眼眶泛红 看着昏迷不醒的权利 他内心已经担心到了极点 但又碍于两人身处娱乐圈的环境 小和只能强忍着不让自己冲上前去 在众人面前继续隐藏着自己的情感 很快权利被送到了医院 一直暗恋他的当红女星罗莉也赶过来 看着躺在病床的权利还未脱离危险 罗莉忍不住地开始指责 公司把他剥削到这种程度 问经纪人到底给他安排了多少行程 让他多久没休息了 而另一边小和因避嫌只能偷偷站在远处 团员们劝说他待在这里也无济于事 并且在网上就能得知权利的最新消息 但他还是倔强地不愿离去 即使在寒风中动地瑟瑟发抖 小和依旧坚持要在最靠近权利的地方等着他醒来 就在这时罗莉走了出来 看着咖味匹配的他能自由探望 小和的心中不免有些嫉妒 但更多的是隐隐作痛的自卑 就这样一夜过去 经纪人自责地痛哭流涕 表示自己不该给权利安排那么多行程 以至于他休息不够而酿成意外 他对着权利痛哭 说你想要的哥都答应你 原来权利早就醒来 只是又沉沉地睡了一觉 好像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等经纪人松口 得到许诺后他马上让对方完成约定 去把心心念念的小和带到医院 经纪人本想出尔反尔 但谁知却早已被权利精准拿捏 就这样权利准备自己前去 却被经纪人死死抱住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小和守在医院外一夜未睡 还要早早地出发去赶行城 好不容易等到录影结束 他迫不及待地追问着权利的队友 队友说他没有大事 很快报道就出来了 看着激动的小和两人相视了一眼 然后频频地点头好像明白了什么 走出录影现场 权利的经纪人早早就等在了门外 并一脸尴尬地想让小和去探望权利 而池社长也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尊重地让小和自己选择 就这样小和上了权利经纪人的车 可回头却发现小红和小兰也在 为了帮助未来的嫂子两人也是拼了 他们先是下车转移粉丝和媒体的视线 然后再让经纪人把小和从后门送进医院 而此时的权利还在精心彩排 幻想着因担心而失控的小和说出心声 谁知这时门被突然打开 他也下意识地立马装晕 看到病床上还未苏醒的权利 不知情的小和瞬间情绪失控 他把这些年对权利的仰慕 一五一时地说了出来 而看到为自己伤心的小和 权利几次控制不住 想要冲上前去抱住对方 但又为了能更多地得到小和的深情流露 他还是强忍心疼继续昏迷 小和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吓得打起了格 权利健壮先是让其憋一口气 然后用双手捂住对方的耳朵 直到下一秒 他吻了上去 原来最后一步才是止住打格的关键 直至回到家中 小和仍然不敢相信 明明决定要和权利保持距离 而现在却稀里糊涂地成了对方的女友 就在这时权利突然打来电话 这让还没做好准备的小和既激动又紧张 权利在电话里倾诉着爱意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协助权利追求小和的三人组回到家中 再看到其他团员使他们立马起身 生怕被对方看出了端倪 因为此事一旦泄露出去被公司知道 他们几人的工作就算是干到头了 于是三人决定保守这个秘密 很快到了第二天 高冷的权利在恋爱后竟变得超级年人 他无时无刻都在关心小和在做些什么 当收到对方的一个可爱表情后 权利开始瞻前顾后的不知该怎么回复 于是他病急乱投医地询问经纪人 谁知经纪人确认狠话不多 直接给小和回复了的敷脸轻轻的表情 收到消息的小和也傻笑了起来 晚上权利出院回到家中 可怎料团员们却只是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经纪人见后责怪这帮家伙没心没肺 谁知下一秒 这是来自男人之间特有的惊喜 一份亲手制作的归队海报 隔天 粉丝们得知权利已经出院 他们早早来到了片场等候 看到偶像的身体已无大碍 粉丝们激动地泪洒现场 可怎料沉浸在恋爱中的权利却是画风突变 他一反常态的不再高冷 从来都不苟言笑的脸上却洋溢起温暖的笑容 粉丝们以为他撞坏了脑子 感觉他像变了一个人 拍摄结束他立马去见小和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约会 权利故意找了一个僻静的江边 可小和却听说江的对面很容易被人偷拍 权利瞬间挠不起被拍的画面 两人正在接吻 而江的对面正有群粉丝正在偷拍 想到这权利立马逃离了现场 来到了一个人流密集的情侣打卡圣地 见到此情景小和再次提醒 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将是明天的头版头条 无处可去的他们只能一直兜风 就这样两人结束了这场悲催的约会 接下来的几天里 权利因工作形成没有时间去见小和 这让沉浸在恋爱中的小和不免有些失落 他也只能对着空气诉说着自己的思念 此时却得到权利的回应 小和不敢相信地回头望去 却惊喜地发现 所想之人神奇地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接着权利拉起了小和的手 想要带他好好地约一次会 他们全副武装地来到了寂静的山顶 并坐在一起仰望着天上的星辰 心爱之人就在身边 二人都沉浸在这简单的幸福里 任由着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但殊不知就是这只属于童话故事里的一幕 却早已被跟踪的狗仔偷拍了下来 这天 权利看到女友和别人拍吻戏 他瞬间不淡定了 就这样拍摄结束 权利把小和约到了一旁的仓库 并在见面后开始疯狂地阴阳怪气 说他吻戏很认真啊 小和说不是接吻 而是轻轻 看着吃醋的权利小和忍不住刚要调侃 就听到一旁传来了工作人员的声音 情急之下 权利抱着小和滚到了沙发的一侧 顿时间两人四目相对 在这暧昧的气氛里 权利恨不得马上亲吻眼前的女孩 可谁知下一秒却被一把推开 权利没好气地站起身来 吃醋地表示刚刚跟别人抱得那么自然 到了自己却像碰到了虫子一样被无情嫌弃 说完全力生气地刚要离开 却被小和一把拉住轻了一下 小和转身走开 而幸福感拉满的权利直接愣在了原地 所有的醋意和怒火也在此刻荡然无存 接着 两人从仓库相继走出 可怎料这秘会的一幕 却被门口的狗仔拍了下来 隔天照片就被寄到了权利的公司 普代表不得不花大价钱将其买断 但身为娱乐圈的资深大佬他怎能不知 此事一定要从根源斩断 于是他找到了小和的前任公司老板 并未必让他以合约为到期为由将其告上法庭 很快此事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小和也收到了来自前公司的违约赔偿书 刚刚有些人气得他们当即陷入了舆论风波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权利也看到了他们深陷双重合约的新闻 但此事不属于热点却被循环播放 这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权利当即就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不顾经纪人的劝阻找到了公司代表 但还没等他要开口 一答他和小和的照片就被甩了过来 代表说如果照片传出去 你会毁掉他也会毁掉 你有想过其他的团员吗 听完代表的话权利若有所思 他不能因为一己私利而葬送了团队的未来 更加不能让小和因此失去完成梦想的机会 艰难的挣扎后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忍痛成为那个爱而不得的人 他向小和提出了分手 不久后 两人在节目录制现场相遇 到了组队环节 刚有女嘉宾想要选择权利 就被身为前辈的罗里施压制止 接着他向小和使了一个眼神 可小和却没做回应而是甘大的低下了头 结果不出所料 权利没有组队成功 最后也只好滞留到了互选环节 权利本想鼓足勇气主动选择小和 谁知却被对方抢先了一步 选择了自己的好友柳震 就这样全员组队完成 罗里不禁地开始嘲讽 很快到了表演阶段 两人还是会忍不住地偷偷望向对方 可却总是差强人意地错过交汇的机会 直到小和登台演唱 他借助歌词来隐晦地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听着小和的歌曲权利难掩心头 过往的一幕幕再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 他就这么错过了那个满脸天真的女孩 接着到了权利表演 他深情地望向小和 期待对方也能听出自己想表述的心意 演出结束 权利愈加地不能控制自己对小和的思念 歌词中的那句希望分手只是你开的玩笑 更是在他的脑海里不断地盘旋 于是权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向队友表示要打算公开恋爱 另一边小和也是情难自已 坐在天台哼唱的权利刚当的歌曲 眼眶也随着回忆开始逐渐湿润 于是隔天他便向经纪人请假 想要回老家逃避下自己的情感 可谁知前脚刚放下行李 后脚权利就追了过来 接着他更是不等小和开口 就开始自顾自地忙前忙后 小和几次想要赶权利回去 但却都被他用死皮赖脸化解 看得出来 这次权利是铁了心一定要追回小和 可哪曾想对方却根本不吃这套 看都不看一眼就转身离开了 很快到了晚上 表面绝情的小和又开始暗暗担心 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他只好偷偷前去查看 结果正巧看到了权利被动的瑟瑟发动 见此情景小和不免有些心疼 可谁知下一秒 权利直接跑回了驾驶室 紧接着发动了汽车 看着权利终于即将离去 小和这才放心地走回家中 可怎料他只是在车里睡了一晚 并因开暖风倒的车子游被耗光 无奈他只得厚着脸皮找到小和 向他借钱加油 就这样两人获得了独处的机会 小和生气的质问明明是你提的分手 为什么现在又要揪着我不放 见小和如此决绝 权利也不再隐藏说出了心中的话 他向小和表示了道歉 听到权利真挚地挽回 小和再也压制不住痛哭了出来 尽管怕再次受到伤害 但权利的靠近还是让他无法抗拒 可能这就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吧 回去两人便公开了恋情 虽说事业因此受到了打压 权利只能参加一些小型的歌友会 但两人却不再需要隐藏 而是勇敢地把爱表现出来 去接受来自每个人的祝福 故事也在两人幸福的时光中结束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